我们讲一点,上午我们重复一点点 我们上午讲的是风水怪面的怪局 跟阳宅、阴宅的怪局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什么呢? 我们 好,假如我们这是一栋房子,对不对? 假如这是一栋房子,我们站在哪里打文台? 这是我们在明天讲罗法的时候,我们会讲 那么主要是我们定这个点 如果像这样的房子的好定点,对不对? 很多房子都没有这样定的 当然农村里面乡下很多人的房子都是这样做 都是那个七次型的 那么七次型,我们这个房子我们打定点 定天一定很好定,对不对? 定在这中间做定点 假如 你这个好定点,假如这个房子来讲 你就不好定点了,对不对? 这个房子你在哪里开盘,哪里定点呢? 那么它在这里,这里没办法放楼盘 那么你必须要画格子 必须要打格子 必须要打格子 用罗盘 在这个发肚子 打格子,打上格子在这里 才知道在哪里,在哪个方位 哪个方位,哪个方位 这是一个硬盘的提示 那么定点 就是假如我们 在这里 放一个军鱼缸 你要 你在这里定点 这个位置 肯定这个军鱼缸就不好 军鱼缸如果放在黄泉的位置上 你消不下去 那么它也会出事 但是它出的事没这么厉害 它一般来讲 都对财源比较深 比较弱 假如 你像这样的幅度 它都没有住转交 也没有那些东西 所以你一般 这样的房子都好下楼盘 如果这样的楼盘 就不好下楼盘 一般来讲 我跟大家吃外水口 首先上课之前 我跟大家讲一个吃外水口 这是一栋房子 我们刚刚才讲完房泉 那么我们就马上讲一个房泉的例子 统治疗 那么我们也讨厌 这是一栋窑 这是一栋楼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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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栋楼ulo的一栋防火 没有开天井的 那么首先我们下楼盘 就在这里 在这里下楼盘 这个地方下楼盘 那么你打它的水 不管它的水是在这里 这里来还是这里来 还是在后面来 你都是打这里 要记好了 都是打这里 这边的打出水口来讲 你是打这个地方 打这个水口在这里 这边从这里打过来 对不对 都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讲十一个东西 这是一栋房子 那么丁山坚位 丁山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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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得很细 这栋房子很有意义 它很有意义 那么打水口来讲 你打到这个地方来了 如果水口越出 这个就打到这里 这个就打到这里 这个打来水 水走这边来 对不对 水走这边来的 他走这边来 不管你怎么来 还是来得再远 他这里插过去 你再看不到了 这里插不过去 你看不到了 假如这里 这样 这样 像这里 度数一看 肯定不标准 那么他这里是个子 那么这里来讲,假如这是者赢的水口 所以为什么我们大家要来听课呢? 为什么我现在不保守呢? 现在已经知道你哪里卖都可以啊,卖没用啊 你没人听课,你买了没用 我有个学员,第二期的,第二期的,他来开会 他叫我,那个时候我们比较卖一套资料给他 我说卖资料,我里面卖资料,参加品性的,我们开了一场大会 后来他怎么用呢? 他把资料拿了去以后,他就不来学了 他把资料拿到广西的他师父那里去 他师父也快吃饭吧了 他不会讲,没有啊,没有人家学啊 结果他的学生大多数还是到了我们这里来学 那么有一次他打电话跟我,他说 老师啊,还在办班吗? 我说是啊,你的班,办得这么成功 还在办呢?办了是几几啊? 我说我跟你吹牛批 我会办一辈子的有人家学 为什么呢? 整个有人家追求整理 现在我们办了八年了 2010年开始办了几年,到今年的八年走下了 走下八年来了,也不是吹牛 走下八年来了 他说,我修的资料是不是一样? 我说是啊,我应该不要来修吧 哎呦,听了我都是火起来了 他是马,是重庆人 我说,我的客户你永远都没有职格听 你永远都没有职格听,我都不要你了听 你给一百半给我,我都不要你了听 我说,哪里还有这样的事啊? 我说你这个讲话太不让 我说你不要修,我帮个风水,帮个灯给你论一下 他说,我说丁三位校 来,这个右边有垫水来 哎呦,他说这个不好啊,好像是房泉了 我说,你晓得不是房泉 我说,这是毛主席的房子 哎呦,我说那就不一样了 我又问他,我说这个有一栋房子 丁三阶外出人口,天官人 哇,这个房子可以啊,可以不可以 我说,能都没有职格了 他说,哎呦,你这个 你不是脾气很好,是应该很好 从来不喜欢发脾气的吗? 我一辈子很不喜欢发脾气 因为他问这个东西,搅得太猖狂了 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房子能都没有职格了 他说,这个房子能都没有职格了 他说,这样吗?我说,骗了你,就我是狗 我说,你不要了小,你看得懂 又贵了吗? 其实这个房子是毛主席的 你说他不好 他还除了毛主席 对不对?我讲的话都很真的吗? 是毛主席的吗? 你教他好,冷定的没有什么人了 目前来讲还有两个人 就是两个男兵了 他说,哎呦,冰山贵校吃人口 好啊,这个房子好什么 好贵,我说 人都没有了,还有一两个男兵 还要好,好在哪里去啊? 所以你没了天空,你不了解吗? 对不对? 你看他这个就是,其实 刚跟我上午教大家段的 没错,这个是出水口 冰山,它是出水口 它是冰山贵校 他这个人口 他就是天一生云水 一流桂成枝 他就是 加上主要他的监挂的庙用 他是反交 下次你们去浮南考察 去看看,戴着楼团去看看毛主席的房子,看看我说也没说假话,那么他住营口,而且他这个丁三监卫,间得很细,有的人说丁三监五,有的人说丁三正正,有的什么,其实就是丁三监卫,一度半,我们当时去到一两百多个人,后来搞到那个简凤金收书,他就叫我们,他说,哎呀,你们不要这样搞,他说,毛主席就不相信这样的东西,他不高兴,你们不要这样搞, 你不要这样搞,上百的楼团,你比他比,你比他那个,他那不是有个他那时候的,他说,进一个里,他说,你们不要这样搞了,他说,我们那上百,两百多个人呢,两百多个人在那里考察,啊,一个上午,全部都围掉那个房子,那两拨解放金收书,他说,毛主席就不高兴,所以你在这里打楼团,这是出营口,丁三监卫出营口,来更水,他这边的更长,把这个,毛主席就在这里, nowhere,再加上两监卫出营道,在这里出营道,在前面这里出营道,所以我们,加入,由于宁公的三大一单,是川宸段,川宋段,得要去背后直见到明天下午上午,可能明天下午, sig 我们就说,惹,要去背后,或到明天下午,都会穿到 alcohol,或到明天下午ário,穿到缝工部分,也就是穿闵今日は doctrine。 真的是穿到老 Frau家, في亚中什么呢? 人呢?他就是返交 返交?返交工资很好的吗? 怎么为人这么少呢? 我要告诉大家,返交是冰山间为监的太细了 监的太细了的效果没有什么效果 我们不是讲过了监粗才有细用吗?监税才有用 今天我跟大家讲的目前这几句话是表示最真切的 你要靠监挂是你要跟他好,跟结的粗才有用 打个比喻,我跟他不要好,但是我跟他好 你跟他好,我靠你的关系是我们两个要生交 你才能帮我跟他拉他的关系 这个大家注意这一点 所以监挂,监一点点效果很差 那么这个来写是范平丹节 贵丑根,平丹节 他的这个是根丁 他说甲贵送中修建根 更逢甲贵的复元年 所以他这个是根,他这个是黄泉 黄泉 那么黄泉来讲,它是黄泉来的 贵丑根,它是平丹节 所以你们要去看的时候看 你去看,不是要你去看 哎哟,他会出毛主席,他会出邓小平 这个我们如果摆到这点心一看呢 那么我们的地理就白瘦了 你是要找他人岔子 去哪里看风水就要找岔子 后来找优点,要记好了 那优点的天然性,大家那边看 所有的人,哦,这个是毛主席 假设,哦,这个来龙72 他在提示一冲,啊,怎么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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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个好的东西你就不要去讲啊 因为风水的特破点就是讲坏的 你能找出不好的东西来 你就消费了风水 早知道你找不出不好的东西来 就没有消费风水 啊,所以这是贵丑根 贵丑根,那么那个银 这个银口,你还没消到这里 这个银口跟贵丑,它天一生银水 第六贵丑之,实验是这个 呃,它就是叫做天一生银水 叫做一六贡丑 但是它接的太细了 啊,为他扯效 那么,凭着这个房权又是白斧桃 冲前去了 所以贵丑根,啊,贵丑根 啊,贵丑根三个字连在一起 就是比较平淡节 平淡节那样就没有什么人 就会打少顶,啊 就会出一出,打少顶,出仰应 啊,再一个,它这个也是 犯了流声封位 啊,所以你去看的时候 就看到这个是黄天水 啊,你去,不乱考察 天文要去,带到罗盘来 不要人太多,太多 但是这个甲工天水 又,又,又叫我们 不要我们看 呃,它就在看我们的罗盘拿掉咯 所以很多啊,你没办法拿 嗯,嗯,所以啊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讲巴沙 啊,呃,它这个订罗盘在这里订 那么到了以,明天你们看,我们开,明天那后天我们看这个床房段的,那么不是这样看的啊,就是我们看那个床房段的时,就在里面的,在这里看我,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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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的听家,这个,这个,这个左右的肩房好,在这边听我,里面的在这里听我,哈,接下来我们开始讲那个,呃, 王前八三是凶事,但是你能把他消化下去,你就是好。 蒋介石他就说这个国民党好,那些地主富人好,他们支持他,对不对? 毛主席就发动穷人打富人,对不对?发动穷人打富人,所以他们穷人就把毛主席好,那些地夫法官又说毛主席就不啊,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样,我在福建找弟弟的时候,我讲邓小平是最好,那些有些领导他讲邓小平的罪犯,在天安门准压那些首证的学生,这个孩子鬼,为什么呢?他当干部,当干部的不一样,民情很多人以前当干部的都不得了,算了对众不得了,对不对? 现在这个人,邓小平的你有本事,你婆婆出去赚钱吧?那些人出去做老板呢,穿他的钱啊,开店铺啊,超过了那些人,干部,他说邓小平是最坏,对不对? 所以这个人就有人讲好,有人讲坏,但是你这个风水也是这样,你一定要消他下去,房钱八三是凶神,但是你能够发简就是好的。 所以等一下,让我们告诉我们发简,发简就是两大发简,接下来就讲八三,我们讲八三还要说再讲风水,你来消的东西,你所消的东西都有,还要讲运,明天我们还要讲运。 所以阳光风水不是没有阴,它就是虽然是三人不败,但是它有规定,大阴就是大阀,小阴就是小阀,山不忘就是水不忘,水不忘就是监挂不忘,监挂不忘就是来龙忘,所以它叫三人不败。 就是三人不败,印缘就是六十年,三人不败是一百八十年分,少中县三人,能够一百八十年的风水,那么它的人就多起来了。 哪怕是生一过两过都不得了,所以阳光风水的备征,它的崔经法叫做备征法,一旦生两天,阳光讲的很简单,你不要生多,你生两个儿子不多,生两个女儿也不多,那么能就繁出去来了。 一旦生两兵,十代的一千兵,最保守的数是它有一千万两兵,最保守的,不要算它死的人,本来最小要四五十岁才会死,那一代还没死,要三代才死一代。 所以你算一分那笔数,二四的这个,二二零四,二四的八,一十六,三十二,你算这笔数,三十二,六十四,一百二十八。 好,来,鸟下的上屁了,那个不算很美好,这个类估计的还讲有古兰二女。 所以接下来我们讲八杀,把这个过程讲明天上午啊什么时候,我们就还是教大家怎么断,你们的出双也有,我们还要另外多讲,这次我们就多讲两过,大家提出意见来。 他说讲一个我们都听不明白,多讲一个,明天我们就多讲一个,多讲一个这个断那个风水。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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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巴沙 巴沙 比较简单 坎龙 坤兔 镇山豪 迅击前马对舌头 更腐离舟离巴沙 宅目逢之一起修 他这个是以坐沙论这个巴沙 的道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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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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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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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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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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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观看 观看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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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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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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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lk 他一個駭山四巷兼前訓的一個房子 剛開始他的大門在這個中間 在這裡的時候人家前面做了一棟房子 做了一棟房子 這個牆角剛好對他的大門 對他的大門協商不好 又打官司又吵架 這個是我們省裡面地質局的局長 是聽起幹部來的 那又吵架又打官司 又還鬥風水雙方不正 他請到人家放了兩個紅色的大石絲在這裡 想畫上 他就是在這個牆頂上掛了一排弓箭 你又是想吃我那我就用弓箭來射你 這家人也比較有錢 這個地方比較好 事實上是比較好 所以他也不讓他 你在省裡做大官也好 反正我不分你借錢 我也不怕你 所以到風水雙方 你想這個辦法 你掛這個八卦鏡 我就掛造妖鏡 你放獅子 我上面就掛一排弓箭射你的獅子 搞了很久 那最後面那個鎮裡面的書記出來做工作 他說老領導啊 他說你怎麼這麼封建迷信啊 還搞這些東西啊 他說嘿 他說我不搞封建迷信 我能有今天呢 他兒子是正處級幹部 他是廣東省的地製局 他是屬於副廳單位來的 副廳單位來的 他做局長 他是副廳 搞了一個政廳待遇退休了 他說 好了 那到最後沒辦法 人家的房子還是在這裡 畢竟來講 你這個畫廈肯定還是 沒有人家這個天天這個房子 對著你這麼好 對吧 好 最後 沒有辦法了 好 那人家做好就浪一步 浪一步 請了一位福建的大師 請了一位福建的大師 一來 他怎麼樣幫他想辦法呢 他 他這個 把他這個門封掉 把他這個圍牆封起來 在這邊開一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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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思維是正確的 是吧 我把門開過這邊來了 那這邊是不是作為我們的青龍房 那青龍房 你沒有對我了 那青龍房高一點 不怕青龍高萬丈 只怕白虎來抬頭 是吧 那我這個沒有關係 而且你又把這個門樓 又往右邊再移 那你這個中間 這種房子到這裡 那就更寬了 對吧 他這個思維是好的 但是呢 他這個門又沒有開好 他怎麼沒有開好呢 大家看得到 他門開的斜斜的 他在五方 開一個五門 他這個門這樣向的 剛好向他這個白虎頭上來了 而且這個禮器呢 大家知道哈 這個光 亥尚他是四項 他的這個五方 開了一個五門 那我們的這個風水裡面 他是不是 離功怕亥 害怕我 所以呢 而且大家还可以看得到 那个门是不是坐得比较高吧 这个是右边 右边是什么方 白虎方 白虎方开一个门 是不是白虎开头 那这个四方又非 是非又非常多 而且是回头发沙 这个领导也很有意思 通过朋友请我们去看 我们跟他讲 我说你这个门没有开好 我说放了这个回头发沙 我说你这个门开起来 家里是非非常多 官非破产 他说什么官非破产 打官司 家里要破产 我说 如果时间长的话 要损兵 因为 白虎开口损猪损狗 是吧 所以为什么我们坐牌朝南的房子 基本上在东南方开门 比较少在西南方开门 西南方开门 它是属于白虎门 白虎门 感谢观看 精神